儿子 父亲和画上的狮子 有个老头特别特别胆小 有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 第二天一大早 衣服也没顾得穿好 就从床上蹦下来 大吵大嚷起来 要命了要命了 我做了个噩梦 梦见我的儿子被狮子咬死了 哎呀 他边吵吵 边像个小孩似的哭了起来 这个老头啊 还真疼爱他的儿子 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冬天他怕儿子冻着 夏天他怕儿子热着 这些也都没什么 当父母的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可这个老头却爱得出了格 儿子的手上割了一道小口 他就会嚷得四铃都得捂着耳朵 儿子的脚脖子扭了一下 他会喊得连家中的畜生都惊恐万分 昨天夜里做的梦是儿子被狮子咬死了 这下子可不得了了 他急得牙齿疼痛 腮也肿了起来 心里一个劲儿的乱蹦乱跳 手脚都凉透了 这可怎么办 总得想个梦子呀 他据着腮帮子 在院子里转呀转呀 突然一拍脑门 高兴地跳了起来 疯疯癫癫地向门外跑去 家中的人都以为他吓疯了 四处去找 喊呀叫呀 就是见不到这老头的影子 正在家中都非常着急的时候 呼啦啦进来一帮木工和泥瓦工 家中人正纳闷 老头子从这帮人身后面闪了出来 我请他们来 是为了造一座悬空漂亮的房子 悬空的房子 什么是悬空的房子啊 这悬空的房子嘛 就是上不靠天下不着地 反正是啊 反正是四处都挨不着 不只是狮子进不来 就是鬼也甭想靠近 家中人问 那造这悬空房子干什么用啊 老头子一翘胡子一瞪眼 对家中人训斥道 这还不懂吗 把我的儿子装进去 保护起来呀 因为老头子盖房子新切 出了好多钱 所以悬空房子很快就造成了 当然老头子也怕儿子在悬空房子里太寂寞 他知道儿子喜欢打猎 他又请来了画匠 在悬空房子的四面的墙壁上 画上了各种各样的动物 有独立 有独立 还有小白兔 小熊猫 小鹿 还有天鹅 画梅 鸽子 也有狮子 他的儿子被关到这个悬空的房子里 不仅不高兴 反倒烦躁不安 因为他不能找小伙伴去捉迷藏 斗蛆蛆 也不能去爬山 去河里洗个痛快的光屁股澡了 更不能去打猎 他的心里能不烦吗 老头子看出了儿子情绪低落 他扒开门缝 对儿子讨好的说 哎呀 我的好儿子 别急别急 你实在憋得慌 我就进去 趴在地上当匹马 你骑着 打那四边墙上的动物 这不也是打猎玩吗 去去去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 儿子不买他的账 躲着脚轰撵着老头 老头讨了个没趣 只好离开了 儿子轰走老头 也觉得不解气 他举起拳头 对着墙上那只画着的狮子 狠狠地打着 边打边骂 可恶的野兽 都是因为你 我才像坐牢一样 被关在这座房子里 我要打你 狠狠地打你 这样打了 他还觉得不解气 不行 我还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说着 他憋足了劲 对着那狮子的眼睛 狠狠地抠着 不料想 一根木刺 扎进了他的手 扎了刺的他 也不愿意对老头说 尽管老头 一天不知 要多少回来看望他 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 手指的伤 引起了发炎 慢慢地 又蔓延到大腿根 引起发高烧 发高烧 他又不对老头说 等到老头 发现儿子发烧昏迷时 一切都晚了 不几天 他的儿子就死去了 这个老头爱儿子 却害死了儿子 现在儿子没了 只留下一座 孤零零的悬空房子